好來關注台鐵工會 因為不滿台鐵公司設置的條例 未獲得勞資共識就送到立法院 台鐵企業工會發起了 五億勞動企業要集體依法放假不加班 工會今天跟交通部長王國才勞資協商 要求先從立法院撤回條例草案 但是會中就宣布了協商破裂 也就是說這樣的行動高達有1.2萬人 大約是有八成的員工是響應的 其中的司機員超過了九成五 所以大約有1300人是不加班 預料在5月1號勞動節當天 大約會有九成的班次 恐怕是開不出來 台北車站在14號清晨 有一個年輕女子在台鐵月台落軌意外 不到幾秒鐘火車就近站了 這個女子也消失在畫面 旁邊的旅客都嚇呆了 海航目前傳出 這個女子只有多處的擦傷 並沒有大礙 現在萬物起漲 連熟度都可以成為家駕的理由嗎 有民眾到了早餐店買了一個漢堡加蛋 蛋要半熟 但結帳的時候發現 這個漢堡的價格比原先多出了五塊錢 他就問店家了 老闆說因為半熟蛋要顧太麻煩 因此如果是點的是半熟的話 是要加價的 這個理由是讓顧客覺得很傻眼 蛋不是放上肩台就不用管 早餐店老闆要算好半熟或全熟 時間火候不一樣 哪價格呢 有網友到早餐店買了一個漢堡蛋 他說蛋要半熟 但結帳時卻發現漢堡變貴了 怎麼會這樣 老闆回答說他家的漢堡蛋 蛋半熟要貴五塊 因為半熟蛋要顧太麻煩 萬物企長現在連熟度都可以加價嗎 漢堡因為半熟蛋就貴五塊 不只當事人傻眼 多數民眾也說不太合理 還有部分人認為就成本來看 全熟蛋還比較費瓦斯 是不是才應該多熟費 三十顆蛋才會有一顆半熟蛋出來 也有可能啦 其他早餐店老闆說 一般不太會因為半熟全熟 去改變價格 就算要加價也會提前告知 才不會搞得不還而散 在旅邊站警察台中採訪報導 當這一台水層生成機 可以及時補充抗菌液 而且三分鐘可以生成四公升的水層 一瓶變解液 可以生成兩百公升的水層 比病毒還有細菌作用還原成水 所以是不沾害環境的 一年使用兩百次也沒有問題 可以上快點購 下單購買